三里比較大聲 只有你來讚賞 我們今天來到的是新北市中和 新北市的中和 人口有41萬人 這麼多高度發展的地區 但是有一個問題 一直嚴重的困擾著中和人 我們請到這個在地 61年的資深住戶 來告訴我們 到底什麼問題 讓你們這麼久都沒辦法解決 主要是因為這邊的道路 沒有規劃 所以最困擾我們中和 尤其是南市區這邊的 就是交通的問題 有這個問題糾結在哪裡 你直接帶我們現場去看好不好 好的 謝謝 很早六七點就要出門了 像這邊又變窄了 然後又畫一個人行道 就是兩台車可以 前面這整排都很窄 那我們要去板橋土城的 新莊的幾乎都要走這邊 接板南路 所以板南路也很塞 車輛太多了 所以主要都是堵在南山路 南山路從板橋中和新莊來的 下了中和交流道以後 一定要走這一條 只有這一條可以走 看起來還是很塞 對啊 還是都會塞 當然明帶很多 提出很多的看法跟意見 可是在執行上 有一點自愛難行 可能土地的取得 工程的費用 還有環評 很多方面 不是那麼容易 有時候塞了四五十分鐘 大節日甚至於一個小時都要 這邊居民都滿困擾的 看可不可以做個改善 很崩潰 因為這路只有一條那麼小 車輛太多了 這個交通方面趕快改善一點 能夠大家上下班 附近的居民能夠說很快的 要上下班的出路很快 不要一下子 塞車上半個小時 一要十分鐘 以我住的南四角來說 交通就是一直都 狀況都很不好 對 那後來有捷運之後 還有稍微改善一點 在沒有捷運之前 住在南四角簡直是噩夢 就只是要轉一個彎進南四角 都要轉個大概半個小時以上 你就會覺得明明我家就在前面 轉個彎就到了 可是我就是轉不過那個彎 因為塞車很厲害 早上我到六點四十秒就出門了 然後這條路都是寸步來行 不好走 希望說有沒有哪個民意代表 比較有那個幫我們想一下 這連外道路分別是從右打通打到 新店的祥和路 左邊打到復興街中正路 這樣子來去紓緩整個南四角口袋 地區的交通狀況 所謂中和的台六四線增設西出的閘道 來去紓緩這樣子進出中和的車流 同時也希望要把這個國山交道 連通道的部分來打通 好 困擾中和這麼久的交通問題 也成為了這一次選戰的攻防重點 說到選戰我們來看到 現在不只總統撒卡都在立委選情 中和這邊同樣也是撒卡都 那這個民眾黨有派人之外呢 我們來看到最主要的藍綠兩大政黨 國民黨由這個前立委張慶忠的兒子 張志倫想要來接棒 而民進黨這邊呢 則是派出了太陽花學運世代的吳征 要來這裡要來搶攻這一塊藍天綠地 先拜託 謝謝喔 老闆好 大哥 先拜託 謝謝 謝謝 好 請贏喔 老闆好 先拜託支持 洪生 謝謝 洪生 謝謝 洪生 拜託大家 謝謝 他們國民黨派出來的 又是張家的 就是張慶忠的兒子 那顯然他們就是地方勢力 又有機會可以再繼續擴大這樣子 那我覺得這樣對整個中和的發展 並不好 那再加上就是說 我們還是希望如果當 江永商委員不選的話 當然希望接上去的人是一個 比較有魄力 然後年輕可以 願意就是說 可以花很多力氣去做事情的人這樣 因為我本身也是太陽花時代的人 然後我很早就知道吳征這個人 然後他的每次選舉 我覺得幾乎都跟我好像沒有什麼關係 可是我的心裡面一直幫他加油 然後他每次都差一點點一點點 然後我就很怕會不會有一天他就放棄了 就是因為失敗太多次 對 然後所以這一次知道他在我住的地方選 你就超級開心的 既然吳征要來這邊選 然後他也有意思要接幫他 所以我就覺得對吳征的期待就很大 希望他能延續著民進黨良心的傳統 然後在這裡接幫他做下去 甚至我的對手最近也說要改善中和的交通問題 那我聽了也是覺得非常的荒謬 畢竟他的父親過去也擔任過中和的立委 長非常多年的時間 那這麼多年來 他們家大有權力可以做中和交通改善 為什麼現在你才要拿出來說 我的證件要改善中和的交通 請問過去幾十年 你們家族到底為中和做了什麼 不管要投藍色綠色還是白色 選民的心聲有聽進去才算數 所以你比較大聲我們往下一站出發